仁爱兴三区的交通一向不公平 处级交通亦是农业军事 都比较外国三亿都楼到楼楼楼 在探索监控的产品是非常地看 近日来不断出现楼大河的情形 正在川的路上温泉后面的楼楼 以及台东川和梦克的楼楼 都这件路面破顺严重跟楼基盘起的状况 管理人们先为处理台北全港全公了解 并且支持上官团阵守正义 改善稍后 三米看的楼楼 车走起来是真买问 因为路面已经严重破顺 若刚刚要收拾车竟是一厘头两厘楼 公共无空 完全是我想说要温泵的那些 有什么要打一厘后生命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今年就收工了 就没有做了 当地农民向管理人名很欢迎 很多楼楼楼楼还比较严重 有的金本就无空 输地农组不温住是很困难 也必须他们没办法及好状况 这是人爱向前营村 楼山温泉后山的农路 管理人们真是了解楼空一后 表示将会迅速进行改善 我们这些高绿菜农产品要运输 这些楼 就可以放上菜 車子丟 一些蔬菜都解僑了 所以今天我們今天來會堪 我們一定會來加強鋪售 把這些樓面整秀好 你的跡又是衝動 所以他應該是要你的跡 跡在這裡時要掩蓋 現在不會足夠 年來大火 台東川博文加濃路 出現一個嚴重探訪的情況 帮手一直帮到携帝 携席不断穿携帚 也造成路级渐渐流失 地方真正如果没关心进行合件 整条合房卡都落在中等 有再修的工程 不过一百万现在抢修 大部分都是我们大同村 还有南丰村的 这个居民的土地都在里面 我想这条路的 如果能够改善 大概就可以受贿的 就是我们大同村 还有我们南丰村的我们的村民 農路对到双区基民的重要性 就像八地区所说的同样 关系到当地基民 对外通行与農政务的运输 管理人民尊标是 需要改善路红 也是进行合件 管府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办理 希望对当地基民 不要造成太大影响 接着王家乡彩虹报道